《唐詩宋池》 唐詩宋池大家到得多了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 詩人之間互相認不認識呢? 會不會一起在同一個時空下 打走淫屍呢? 想了解歷史人物的社交圈子 除了翻查不同的史書整理資料之外 還可以用數碼人民的工具來幫助 數碼人民,Digital Humanities 是指利用電腦科技來進行人民學科的研究 是一個科學科的範疇 數碼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資料 因為資料決定了學者進行研究的深度和準確性 而我們今時今日經常都會借助電腦去協助處理龐大的數據 不如我用我曾經參與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 來做例子和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資料庫其實是由哈佛大學、北京大學 和中央研究院合作進行 收集可靠的古代人物傳記 利用電腦、紀錄、人物的基本訊息 他們去過的地方、各種交流 包括書信往來之類 再將傳記拆解進行分析 將這些資料化為數據 然後利用現今先進電腦技術進行研究 甚至透過地圖來呈現歷史 自2005年開始至今 數據庫已經收錄超過47萬人的資料 除了查詢特定古人的生平 資料庫還可以針對一批古人來做集體的研究 探討他們的共同背景 好像是直觀分佈、活動範圍、社交聯繫等 大家可以想像這些古人 好像擁有社交媒體帳戶一樣 你可以從中知道他們來自哪 和哪些人曾經有交流 規探他們的社交生活和朋友圈等等 剛才提到的資料庫 數據全部來自歷史典籍和研究的論著 可以用來做多樣的查詢分析 並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結果 這是數碼人民其中一個例子 現在的資料庫更可以方便學者 或者運用數據來做作證 重新討論過往的見解 舉些例子 這兩張就是透過資料庫得出的圖表 上面這張描述宋代理學家朱熙和身邊人的關係 下面這張就顯示宋代眾科舉的人的分佈 很多來自江南地區、四川等等 講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考察數碼人民的前傳 或者可以叫做他的史前史 很多歷史學者都認為 數碼人民的觀念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佈殺神父 法德羅布特布斯在1949年開始用電腦處理神學家 Thomas Aquinas的傳集 整理他用詞的殺人 在文科學界 早在1960、1970年代已經有人民電算的觀念 去到1980、1990年代 華文學界都進行了多項的自負整理 典籍的數碼化 編注殺人等等的計劃 例如早在1966年 黃士元教授提出建立漢語的資料庫 1980年代前緩向父親錢中書 介紹英國學者用電腦分析沙士比亞作品的成果 啟發錢先生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 運用電腦研究中國典籍 後來逐步完成了幾個大的中國典籍數據庫 1984年 一把學者將25史數碼化 在19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 亦都先後誕生了先秦兩漢 至偽進南北朝文獻的資料庫 四副傳輸的電子光碟 多部的網絡版、詞典和字庫等等 這些前人的探索 逐步確立今天的研究方向 但過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最明顯的困難在於中文材料的複雜性 比起只是由26個字母組成的英文字詞 看字的數量和詞匯量是大得驚人的 只是利用電腦去辨識古籍裡面的文字 難度已經高得多了 還有 就算文本掃描好 電腦又懂不懂得去處理文字裡面的斷句呢? 當中 很多古書因為沒有標點 由電腦自動去做斷句的效果尤其差 所以過程裡面就一定要有學者利用專業的知識去加入 反映科技和人民 電腦和人腦是相輔相成 不可以單單依賴其中一方的 來到2000年 2010年代 就可以說是數碼人民 逐漸取代人民電算的時代 對比於後者 數碼人民更加強調跨學科的合作 擁抱科技的前瞻性 人工智能 機械學習都逐漸成熟 人工學者更加可以訓練電腦 去協助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來透徹了解歷史人物和事件之間的脈絡和趨勢 令學者反思既有的觀念 開拓新思維 這樣就可以幫助擴展歷史研究的精細度和範圍 尤其去到現在 這些研究的角度甚至已經影響到我們歷史學者 怎樣教新一代的學生 反思綠 這一集 總統